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死因 众说纷纭 为何一位站在世界音乐时巅峰的人物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病入膏肓 除了身体上的原因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原因 1993年的丑闻事件 让杰克逊从神坛上衰落 之后过了很多年 他都想极力澄清这一事件 为此 他找来了BBC的知名记者 马丁·巴西尔 邀请他来杰克逊的豪宅梦幻庄园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 来还原事件的真相 这也是人们第一次看到 杰克逊在梦幻庄园里的私生活 但是让杰克逊没想到的是 这部纪录片不但没帮他澄清任何事件 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那么这部纪录片到底讲了什么 这位BBC记者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杰克逊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代音乐天王Michael Jackson 一生都在媒体的追逐之中 但是他本人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因为他人生中的很多事件都被放大 然后再被推向风口浪尖 漂白皮肤的传闻 和猫王女儿的离婚 婴儿肇事件 破产传闻 特别是1993年的鸾同案 让杰克逊陷入了噩梦般的深渊 他开始躲避媒体 新唱片一推再推 演唱会也越来越少 尽管他最终打赢了官司 但还是被媒体贴上了标签 因为不论杰克逊的歌迷如何为他发声 也抵不住媒体的疯狂造势和抹黑 对于媒体而言 他们要的就是话题 就是流量 但是这却给杰克逊本人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而这些事件都和一个重要的地点相关 那就是杰克逊在美国的豪宅 梦幻庄园 梦幻庄园位于加州的圣巴巴拉县 是麦克尔杰克逊在1988年到2005年 在美国的住所 也是一座私人游乐园 最初这里是一座牧场 在1981年被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购买后进行了房屋建造 在1988年 该牧场被当红的巨星 麦克尔杰克逊买下 他之所以要买下这里 是因为几年前 他在这里拍摄过一支MV 当时他就很喜欢这个牧场 这座牧场一开始要价3200万美元 经过杰克逊的律师还价 最终花费了1950万美元 但这在1988年仍然是天价 之后 杰克逊将这里命名为梦幻庄园 这来自于动画片彼得攀理的一座梦幻岛 也是杰克逊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 然后 他开始对梦幻庄园进行改造 放置了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 这里也是杰克逊在美国的家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住所改造成一座游乐园 是因为杰克逊从小就是一名童星 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 是杰克逊家族的第八个孩子 从五岁起 就和四个兄弟一起组成了乐团 Jackson Five 然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虽然乐团很火 但其中年纪最小的麦克尔杰克逊 展现出了巨星的实力 他不论单唱 舞蹈和台风 都要比几个哥哥更胜一筹 十年之后 杰克逊开始单飞 并在21岁时 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Off the Wall 从此开始轰动全球 走上巨星之路 杰克逊曾经说过 他的童年是孤独的 因为 他的父亲乔杰克逊 对他们兄弟几人非常严厉 在他们排练的时候 父亲经常会拿着鞭子抽打杰克逊 为的就是能让他更加努力地练习 在音乐上有所成就 这在杰克逊家族是一种常见的教育方式 但是却对麦克尔杰克逊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 所以他早早就想离开家族 他说自己没有童年 只有无休止的排练 因此 在完全独立之后 杰克逊想为自己找回童年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小时候最想去的就是游乐园 可是 他的童年都被排练和演出占满 在买下梦幻庄园后 他就决定把这里建成一座私人游乐园 梦幻庄园占地2700亿亩 换算过来是16000亿亩 这相当于16个北京故宫的大小 所以 可以容纳各种巨型的游乐设施 而且 当年的杰克逊 也完全有能力 为自己打造一个梦幻般的天堂 梦幻庄园里 有18个大型游乐设施 有摩天轮 海盗船 旋转木马 桑巴气球 碰碰车 小火车 所有的设施都是杰克逊自己设计定制的 此外 梦幻庄园还有一个可以容纳50人的电影院 以及一个小吃店 供应爆米花 冰激凌 可乐和零食 除了游乐设施 还有一个动物园 里面有大象 长颈鹿 黑猩猩 鳄鱼 巨蟒 黑熊 和羊駝 等数百只动物 还有一个大水池里 养满了火烈鸟 穿过梦幻庄园的大门 沿着小路前行 就能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 这就是乐园的火车站 这是以杰克逊母亲命名的凯瑟宁站 里面的蒸汽小火车 会沿着贯穿游乐园的三条铁路 到达各个游乐设施 除此之外 图书馆 博物馆和游戏机市 应有尽有 还有22座风格各异的度假酒店 整个梦幻庄园的岩石里 都安装了音响 热情的服务人员会载歌载舞 小朋友们在这里 会获得超过迪士尼的游玩体验 梦幻庄园每年的运营成本 是1000万美元 其中有150名员工为乐园服务 杰克逊对员工的唯一要求就是 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保持微笑 这座乐园并不对外开放 而是一直免费给全世界 特别是有疾病的贫困儿童开放 其中包括很多癌症儿童 这些孩子们通过各种慈善机构 来到庄园 所有的游客都是免费游玩和居住的 庄园里的剧院还有两个隔离间 供那些正在接受化疗 免疫力低的孩子看电影 以防他们受到细菌感染 杰克逊把他的童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每年他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里 邀请全世界各地的儿童来到乐园 很多都是非洲的穷困儿童 但在这个天堂一样的地方 却让杰克逊有了噩梦般的开始 1993年如日中天的Michael Jackson 正在全球举行演唱会巡演 突然的一项指控 让全球巡演终止 一名洛杉矶的牙医 艾文·钱德勒 指控杰克逊对他13岁的儿子 乔迪·钱德勒进行了性违宪 引起了全球轰弄 杰克逊是在1992年的一次汽车抛锚时 认识了钱德勒的一家 钱德勒表示 自己和儿子都是他的超级粉丝 双方结下了不错的交情 杰克逊多次到钱德勒家中聚餐 两家建立了友谊 杰克逊对乔迪很关照 因为乔迪的父母早早离婚 他一直在父母新家庭之间生活 艾文·钱德勒是乔迪的养父 杰克逊在这个12岁男孩身上 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他经常邀请钱德勒一家到访梦幻庄园 在一次聚餐时 钱德勒提出 杰克逊能否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 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杰克逊的拒绝 之后没过多久 杰克逊带上了乔迪一起飞往了摩纳哥 参加了世界音乐节颁奖典礼 音乐会结束后 杰克逊带乔迪回到钱德勒的家中 当晚他们住在一个房间 钱德勒这个时候怀疑 杰克逊对乔迪有不当的行为 尽管他没有证据 1993年7月 艾文·钱德勒通过律师指控杰克逊 对自己的养子图谋不轨 他希望把他所掌握的 关于杰克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 告诉公众 而且明确要求 这件事能吵得越大 引起越多人关注 对杰克逊的影响越大越好 对杰克逊的影响越大越来 但是一开始 包括乔迪和乔迪母亲在内的人 都否定了钱德勒的这个说法 特别是当事人 12岁的乔迪公开表示 杰克逊没有对他有过特别的行为 但是钱德勒不死心 他在给儿子拔牙时 使用了药性极强的镇静剂 让乔迪在该药物的影响下 产生了虚假的记忆 并通过录音 让原本一心向着杰克逊的乔迪 说出了自己想要的证词 这让案件得以反转 洛杉矶警察对梦幻庄园进行了搜查 这则轰动世界的大新闻 让杰克逊成为了众矢之地 艾文钱德勒和他的律师 向迈克尔杰克逊提出了 2000万美元的庭外和解 但被杰克逊拒绝 并只愿意给出100万美元进行和解 因为这个事件对杰克逊影响太大了 但他又不愿意被钱德勒勒索 1994年 这个案件发酵了快一年 FBI介入此案件 案件的关键点 是要确定乔迪证词的真实性 FBI找来了儿童猥亵专家 让乔迪描述杰克逊 隐私部位的特征 然后他们对杰克逊发出通告 要求对其进行身体检查 这对杰克逊来说 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 但为了尽快澄清事实 他答应了FBI的要求 于是 在洛杉矶当地检察官的监督下 在一个房间内 对一丝不挂的杰克逊 进行了25分钟的拍摄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 乔迪对杰克逊 隐私部位的描述和实际不符 尽管这是对杰克逊有利的证据 但是 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全球巡回演唱会终止 长达10年的百事可乐代言被取消 杰克逊为此受了十几斤 精神一度崩溃 每晚入睡要靠药物维持 所以 他还是选择了花费2000万美元 进行庭外和解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走向审判 杰克逊团队出于事业考虑 不愿意耗费更多的时间以心力 双方签署保密协议 承诺不再讨论指控 但杰克逊本人其实并没有打算和解 只是处于事业巅峰的他 所有的一切都停摆 影响实在太大 团队不允许他再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 在此按键上 在这之后 杰克逊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也逐渐恢复 在1995年 推出了历史专辑 重回一线音乐平台 但之后 他再也没能达到1993年的高度 没想到的是 几年之后的一次采访 又将杰克逊拉入无尽的深渊 在2002年 已经很少在媒体前曝光 也不在美国长居的杰克逊 找到了BBC的知名记者 马丁巴希尔 邀请他来到杰克逊在美国的豪宅 梦幻庄园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 巴希尔定期和杰克逊一起跟拍 采访 杰克逊想以这种方式 向公众展露一个真实的自己 马丁巴希尔是英国的著名记者 他在1995年采访了著名的戴安娜王妃 用以澄清一些事实 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而杰克逊和戴安娜是朋友 因此 杰克逊也找来了巴希尔 非常真诚地邀请他来到梦幻庄园 于是 这名BBC记者 带领了一个纪录片团队 进驻了梦幻庄园 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杰克逊在里面的生活 在第一天晚上到达的时候 杰克逊就给巴希尔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进行卡丁车比赛 他们两人分别驾驶两辆定制的卡丁车 在庄园里进行追逐 从大门一直开到采访的地点 采访并不是针对鸾桶案展开的 而是为了展现杰克逊真实的生活 巴希尔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平时是如何写歌的 杰克逊说 如果我要写歌 我首先会告诉自己 我要写一首世界上最棒的歌曲 然后就会放空自己 一个人开车在马路上 看着外面的霓虹灯和过往的人群 几天之后 我就会有一些很棒的节奏 然后歌曲就诞生了 巴希尔强烈要求杰克逊当场表演一段 然后杰克逊就在录音室里 寄信跳了一段非常棒的 Billy Jane 还教了巴希尔他的招牌动作 太空滑步 OK 巴希尔问 当你在跳舞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杰克逊回答 我不会去想任何的事情 而是去感受音乐 感受自己化身成了各种乐器 想象自己就是音乐的物理化身 巴希尔问 为什么你要以彼得潘的梦幻岛为灵感 建造梦幻庄园 杰克逊说 彼得潘代表的就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 代表童年 代表永不长大 代表魔法 飞翔 在开始 巴希尔问的都是正常不过的问题 但逐渐 他开始把话题转向了杰克逊的痛处 他问道 在你小时候 你是否受到过父亲的严格管教 杰克逊听到这个问题 尴尬地笑了一下 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显然 巴希尔并不买账 他说 你曾经说过 你父亲会因为你错过一个节拍 而用皮带抽打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巴希尔再一步步引导杰克逊去回忆 他对父亲的不满 杰克逊说 父亲确实会因为他做错一个动作而抽打他 他每次在排练的时候都很紧张 生怕做错了什么 巴希尔接着问 他多久打你一次 即便杰克逊都快被问哭了 巴希尔还是没有放过他 他接着问 你父亲除了使用皮带 还会用什么打你 杰克逊说 还有铁链 以及周围一切他能找到的东西 虽然这种暴力管教 让杰克逊五兄弟获得了成功 但显然 对幼小的杰克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同时杰克逊也说 他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动一个手指 哪怕他再生气 因为 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体验到他的那种痛苦 在这期间 杰克逊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和巴希尔一起去逛纳斯维加斯的一个商场 不过 他给两个孩子都戴上了面具 因为 他不想让媒体拍到孩子的面部照片 但巴希尔问他是否每次外出 都会让孩子们戴上面具 杰克逊说 是的 因为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论他们走到哪里 狗仔队就会跟到哪里 每天只要一出门 洛杉矶全城的狗仔队都会知道 因为在当时 每张MJ私生活的照片都能卖出大价钱 终于 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杰克逊对巴希尔也逐渐敞开心扉 这个时候 巴希尔终于问到了1993年的鸾同案事件 他说 如果我邀请了我儿子 或者女儿的小伙伴和我睡在一起 他们的父母会怎么想 杰克逊说 当然 他们的父母会觉得你是个奇怪的人 但如果 你们彼此之间非常信任 这是可以的 这点让巴希尔非常不理解 他无法理解杰克逊说的那种 伙伴之间的友谊 巴希尔问道 1993年当你第一次受到指控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杰克逊说 他很震惊 他说 谁都知道我有多喜欢小孩 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因为 人们听到床这个词 会不自觉地和性联系到一起 但他们只是一起睡觉 讲故事 听音乐 然后愉快地睡觉 在回到梦幻庄园后 巴希尔遇到了两个小男孩 其中一名叫做 加文·阿维佐 他是一名被诊断有癌症的小孩 当时他13岁 他之所以来到梦幻庄园 是因为 加文当时的一个遗愿就是 希望能够见到杰克逊本人 于是 一家洛杉矶的工艺机构 联系到了杰克逊 之后 加文被邀请来到了梦幻庄园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巴希尔采访杰克逊的期间 也采访了加文 在采访中 加文很兴奋地说 杰克逊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说 有次他想和杰克逊睡在一个房间 然后杰克逊同意了 他们一起讲故事听歌 杰克逊之所以让加文接受采访 是想向巴希尔证明 他和这些孩子们之间 是纯洁的友谊 因为 通过加文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们就是单纯的伙伴关系 只是 巴希尔并不这样认为 这次采访 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 针对杰克逊的鸾同事件 进一步去挖掘 再一次把公众的视线 转移到这上面来 巴希尔问杰克逊 他们是否睡在一起 杰克逊说 当时房间里还有其他孩子 他们都睡在地板上 一起听歌 直到睡着 巴希尔非常不理解 但杰克逊说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过 我的精神状态 在采访结束后 杰克逊本以为 这部纪录片可以帮助 公众更好地了解他 了解他对待孩子的关系 但没想到 巴希尔在剪辑纪录片时 把焦点放在了 他和加文两人的关系上 整部纪录片 有四分之一的时长 在讲述加文和杰克逊的关系 尤其是在不停地接合画面 暗示杰克逊和加文 在同一房间里过夜这件事情上 终于 在影片播出后 媒体又一次把话题 转移到了杰克逊身上 15项关于杰克逊的指控 如暴风雨般袭来 杰克逊一方面起诉巴希尔 故意扭曲事实 一方面说 面对这些指控 他绝不会像1993年那次一样 进行庭外和解 他要反击到底 最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调查 2005年 陪审团宣布15项 针对杰克逊的指控全部无效 杰克逊胜诉 赢得了官司 但是 这次纪录片事件 对他的事业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在全球的广告合约 全部被取消 在梦幻庄园被警察收查后 杰克逊表示 那里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 他自从2005年之后 就不再居住在梦幻庄园 这里也全部停业 不再接受全世界疾病小孩的到来 整个庄园处于废弃状态 员工也被解散 对于Michael Jackson这样的巨星 他处于音乐史上 无可争议的顶峰 就证明了 他要承受常人 无法想象的非议和压力 一些人疯狂地喜欢他 但同时 媒体则利用这些 疯狂地制造话题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一切真相都比不过利益 就算杰克逊胜诉 媒体也是赢家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四年之后的2009年 杰克逊决定不再沉沦 他宣布要在伦敦举行一项 50场演唱会的宏大计划 名为This is it 全世界歌迷为之兴奋 演唱会计划于2009年7月13日举行 杰克逊宣布 这将是自己人生的 最后一次演唱会 目的是号召大家保护地球 保护环境 50场演唱会的门票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全部售清 杰克逊也在伦敦紧张地排列 就在大家期待 扩别多年后 能够再次看到 杰克逊出现在舞台上 一个噩耗传来 就在演唱会前的三个星期 迈克尔杰克逊 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亡 在几个小时前 他还在紧张地排列 杰克逊死亡的原因是 他的私人医生 给他注射了过量的处方药剂 导致心脏骤停 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 杰克逊因为之前拍摄 百事可乐广告导致烧伤 一直在服用各种止痛药剂 再加上两次诉讼案 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每晚他都不得不靠注射各种药剂 才能入睡 他对这些处方药已经成瘾 此外 演唱会原本计划是10场 但不知何故 被加到了50场 对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而言 这是一场灾难 最后那一剂药物 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换言之 他已经处于了身体和心理崩溃的边缘 也许他也知道 自己根本无法完成50场演唱会 但是他还想再拼一次 想最后再证明给全世界看 不论怎样 他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巨星 好 这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小伙子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